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 一个狮子的故事 丛林中有一群狮子 狮子们都非常威猛 在丛林里所向劈敌 其他动物都很害怕狮子 碰到了都纷纷走避 虽然狮子非常厉害 天天都有猎物可以吃 但不是每次出售都会成功 丛林中最强的狮子 平均是追十只 也是吊八只 猎物刨掉的比例 其实比追到的还要多 追猎物不只需要体力 还需要动脑筋 虽然不至于饿死 但讨生活也不是非常的轻松 就算狮子是无敌 日子也绝对不稳定 狮子想 如果有一天不用追猎物 可以一直有肉吃 那样的日子实在太美好了 有一次狮子听到一个消息 有个地方天天都有吃不完的牛排 那个地方可以让你生活稳定 那个地方每天的工作也很单纯 在那里每天只要一直挑火圈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希望一份稳定的工作 虽然稳定这两个字是如此的珍贵 那你想追求的稳定 绝对也要你付出代价 我不会告诉你 生命走到哪都有它的意义 要你思考 这份稳定值不值得你用生命中最珍贵的时间来交换 如果狮子真心喜欢表演 真心喜欢马戏团 那我会全力支持狮子 顺着热情全力发展 如果狮子只为了追求稳定而进了马戏团 等了十年后 狮子会不会又回头想 如果没来这里 这一生会不会过得更加精彩 为了生活有保障 你愿不愿意抛弃热情 真正的稳定不是外在的环境所能给你 真正的稳定是来让自己拥有更高的价值 这样的稳定才是真正最适合你的保障 请珍惜你的天赋 别轻易埋没你的潜能 别让盲目追求的稳定 消耗你最宝贵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